咱们有了一个大的这个形了之后 咱们先把头的基本形稍微做一下 这上面的这种肩 我们要去看出来这后边 感受这里面有个斜方机 斜方机的前面要亮一些 斜方机的后面暗示出后面是一个灰面 前面是一个亮面 重点我们先去画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有一个穿插 这个穿插就相当于是这个 肩胛骨是这样斜的 假如说我们侧面去看这个人的后背 肩胛骨的这个形是往里面斜一些 然后有一个肩胛骨的底面 然后后背的肩胳肌是从这个后边穿插出来 肩胛骨是这样往前斜 然后最后边这个地方是这样转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画完人体之后 我们去画素鞋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它画 膝盖跟这个腰臀的这种关系 我们要去联系起来去看一下 膝盖的这种形和膝盖的这个位置关系 这些点是要好好画的 这个是肩胛骨的形 管里边包 这个后边这个地方是虚形 它有一个包骨关系 你看我进一步把它扬黑 让大家更加明确一些 这个地方是肩胛骨的穿插关系 这个地方是它肩部的形 我们所画的点都是在这 以后我们越画越快 然后就在这些点才越做越快 越做越熟练 大家就画出来的画面 就是OK了 你看这是肩膀的斜方肌的后侧的灰 然后这个点是肩胛骨的位置 这个点是肩胛骨的底面 这个点是肩胛骨的起始点 肩胛骨的起始点就在这 斜方肌是在这 然后这个是肩胛骨的起始点 这个是肩胛骨的截止点 然后从这个斜方肌往锁骨来 还是一个这样的斜面 一个这样的斜面 一个这样的面 一个这样的面 一个节止点 所有的责都是围绕着这几个点去画就可以了 我们只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文章 因为这个地方有个三角肌 所画的这种纹理 围绕着这些地方去画的 你如果想再添加一些责 你就简单的去做 这个地方就不用做得过多 然后其实就可以了 不画无关的主要是想身体的 这种人体的这种心感 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咱们就大体撒先说到这 像现在大家画命题术写的时候 你最主要的那个人 一定要让评委能够看得到 你能够去看头脖的 肩胸阔腰 股纹大腿 小腿 脚踝骨 脚背 你一定要在你的画面当中 能够暗示出来 你告诉评委 我看到这些了 我不是简单的 在看外边的这些一文 你只要告诉他这个事情 你的分数就低不了 所以你可以像咱们这样去做 慢慢的带着大家去研究一下 这个人体和着装之后的 这种体现和表现 你仿佛去进行这样训练 然后你慢慢的就会发现 你的眼睛能够去看到重点 因为只有暗示内核的这些形 才是重点 其余像帽子 空的这种褶 这些东西 包括像整个鞋跟 我们都是最后在家 我们刚开始都先画脚 这只是鞋跟了 鞋跟我可以再大一些 我再扁鞋都无所谓 脚我们要画丢 这就是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大家一定要把这种思路 要把它掌握好 然后我们后面再画 其实就OK了 内核才是最重要的 就跟我们画头像 我们一定要去研究头骨 研究肌肉 是一样的这个问题的 感谢观看